消息说新增大约6宗新冠肺炎确诊 无本地个案 就近日在大埔有多宗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 政府一连三日在区内设流动采养亭为居民检测 也会派杨本进 大埔广福村的排球场 是其中一个政府安排检测承办商 设立的流动采养亭 早上有市民排队等候检测 担心你上上落落乘升 按摩椅子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可以 按摩椅子各方面 拆到摩椅子 都会可能有这些问题出现 所以就查一下好一点 因为本身这座楼 自己那座楼是有这些事发生了 这里直接不用说 你拿了真仔 拿了那些口水又要加回去那里 区内的富善社区会堂外 和围头村牌楼附近 亦都设有流动采养亭 会朝十晚五为市民 做避烟采养和检测服务 检测承办商预计每个采养亭 每小时可以进行大约80个采养 另外我们都在派军 有些人未必方便过来做采养 可能他们可能选择拿军 这个又有个好处 又比较快一点 他们不用再来教军了 基本上我们明天第二天 就会拿到个报告 至于有一个老师初步确诊的 沙田性工会主丰小学 取消今天和明天两天的网课 以便安排教职员接受病毒检测 有职员在校巴清洗消毒 校车服务暂停两天 学校不对外开放 全体教职员留家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